兄弟姐妹们你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的这些俱乐部 还有这些金融系统 即使到今天也没有人挑战 因为西方的文明 它讲法律 它保护你的财产安全 即使共产党所谓的开国元勋 全家都死死亡的亡 中信为啥不行了中信 我跟中信里边好几个人 都是我公司出席的高管 我告诉我他 我能捞钱就捞钱 中信没有未来了 他为什么呀 我说习近平上来 王震的家族就不招待见 王震当年是反习中习中心的 王岐山也保不了你 中信就挟球了 玩球弹了 这就是共产党 他永远不可能让你严惩 你的财富和你所有的一切 而在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而西方的基督文化和天主教文化 和西方的英国大陆法 你看看他有四大法宝 英国大陆法 你必须遵循法律 第二 他有自己的同宗教的信仰 要不天主教和基督教 第三 人权 人命天寿 老天爷给你的人命 你生下来就有追求财富 安全 幸福的权利 你有决定 这个是谁是政府 既然是人权天寿 是不是 那么我们听谁呢 听上帝的 是不是 有人权的系统 这是第三个保证 第四条 最关键的是 一个全民的 一个尊重财富 而且大家都是私本主义 毫不晦绩 把财富当成一个好东西 就把财富变成一个正的东西 它并不是邪恶 相反共产党把财富变成什么 邪恶的 你不要有钱 是吧 爹青娘旗不是党群 一切都是党 然后你再看德国的希特勒 它是碾压财富 掠夺财富 所以你看整个纳粹 希特勒时代的 所有的东西全毁掉 你抢来的 人家犹太人的话和艺术 那都是抢来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从这点上 你可以看 没有人真正理解了 G-Club 基本上那些